再来看到有男子跟朋友出游 没想要却在南横公路105处呢 是临时变换道路 二十五点三公里处 乔与道老爸的前合伙人 疑似不满对方自立门户 抢走爸爸的生意 竟然持着球把砸车 那同行另外三个人也成了帮凶 一行人犯案之后落跑 却在半路遇到警察 当场起出球棒等器具 并将四个人都给逮捕 下车 警方吹哨 半入缆车 好不客气劈头问驾驶 驾驶装傻 警方请他们把车门打开 发现疑似攻击器具 原来在前一秒 黑色轿车驾驶及乘客 和另一辆休旅车驾驶 发生行车纠纷 动手砸车 休旅车玻璃全被砸碎 车内布满碎屑 经调查 卫性被害人陈宇 陈宇陈姓主贤 父亲共同从事旅游车业 后来蔚南自行独立门户 疑事因而引起 陈贤父子心生不满 认为影响其身影 那陈贤自称 与蔚南有多次行车纠纷 在十二日火同三名友人 自安发地点游玩时 巧遇蔚南 故上前理论 出游却巧遇父亲前合伙人 陈南不满他自立门户 上前理论 竟然在南橫公路 逸林五临时变道 上演球棒队戏码 将九人坐休旅车 玻璃敲烂 发泄完离开 见落入警方手里 车上四人 明明相约出游 最后只能窝在派出所 还涉嫌妨害秩序 毁损恐吓罪 令人摇头 记者刘文发许 成文高雄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